我們來看一下Mobilize裡面怎麼做專案的儲存、匯出跟發布 那你看一下我們剛剛的網站在這裡 你把它點開 它你要輸出就是從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做導出網站 其實老實講現在因為我使用簡體語氣嘛 有時候看起來怪怪的 你可以從這邊 對了順便提一下 他們家也有歷史紀錄 所以如果你不小心改錯了 回去看一下你們家的歷史 可以還原 可以還原這是它的優點 是多久以內的歷史 我要看一下 你有編輯的像我們今天就一直在做 就會一直在這裡而已 我還不確定它多久會紀錄一次 好那我從這邊導出 導出 好你今天因為它是單機板 你今天回家是不是就沒有了 所以你今天沒有做完的 你就可以在這邊把你做好的專案匯出去 回家就可以再匯進來 好那我現在呢比如說我放到桌面上 我就用一個資料夾 好我就放到這個裡面來 選擇 它就送出去的 OK 那你看一下 我們他說有好像有少一兩個檔案 沒關係我先忽略一下 好的 現在呢我回到桌面上 在這裡有沒有 在這邊齁 那我們打開 你在這邊是不是就有看到 它有幾個檔案 第一個你的專案檔在這裡 第二個你專案的這個縮圖 縮圖另外你所有的資料都在這個asset裡面 點開你會發現 我有那圖片有沒有都在裡面 對不對 那這個好了之後呢 我可以來這邊 今天如果我把這個 就把它刪掉了 我現在是連一個專案都沒有 唉至少還有一個 好那我就從這個地方 一樣從網站這邊 有沒有一個除了健新的下面一個匯入 導入的 你就從這個地方去告訴它 你們家的網站是放在哪裡 因為它的專案檔在這裡 這樣就可以把它重新匯到你的裡面 因為它不是協作嘛 它是個人編輯 所以你也可以 其他同學做好了我就交給別人 意思是一樣的 好有沒有這邊就進來了 好這樣就進來了 這個是匯出的部分 那麼如果你要發布怎麼發布呢 一樣從這邊 右上角這裡有沒有發現有個發布 按一下 它就問你 有幾種方法 這裡有提供三種 一個就是在自己電腦裡面的 第二個透過FTP 等於說它像一般的FTP軟體一樣 沒有的FTP的帳號密碼 那就可以從這邊直接出去 另外一種 G-Hub 可能各位支管器的同學用過G-Hub 這個 就是一般我們所謂的open source的那些專案 程式碼的 有很多會放在這裡 有嗎 你們有用過嗎 沒有 好那就算了 沒關係 至少你會這個 你是股貿網這樣嗎 沒有沒有 它是就是我們open source的一個來源 有很多他們會在一些專案就放在上面去做維護的 所以它也可以發布上去 那另外呢 如果你發布過之後 你只想改變什麼 不要每次都重來嘛 對我改變了 你再傳上去 這裡就可以勾起來 它就只會把你做有改變的 那我先瀏覽一下囉 你看我在上面做一個發布的資料 好 我就按選擇 這樣發布出去 它就幫你把專案會用到的一些 HTML啦 那些JavaSuite的CS 通通都做好了 那我們回到這邊來 給各位看一下 好 你看這裡發布的資料夾 專案它還是有發布出來喔 對不對 可是有沒有看到各位的首頁index 裡面的內容 有沒有一頭拉股 哈哈 你有用到的圖片會放在這裡 然後呢其他 你有用到的效果啦 或者影片啦 還是CS部分 它就放在這邊 因為它的基底是以bootstrate 這個為主 好所以它相關的CS都在這邊 當然其實你也可以用什麼 用Dreamweaver打開 不過我們這邊的Dreamweaver CS6 打開之後 跨破炸5 就等同 HTML程式 你要CC以上的版本 它才能夠辨識它的這個 因為CC以後的Dreamweaver 它也支援bootstrate 所以那個版面 就是一樣視覺化的部分 會看得比較清楚 這樣有沒有了解的 這個是跟大家補充的 好 謝謝 謝謝